第3073章身份暴露 想到这里 王腾眼神瞬间吸力了起来 他无视二长老给他设置的一系列限制 直接动手掐住了二长老的脖颈 二长老瞪大眼睛 一时间不知道是震惊王腾快速的动作 还是震惊王腾居然能冲破他的限制 风水轮流转 二长老以为最没有威胁的王腾 实力藏得最深 在他想反抗的时候 惊恐地发现自己似乎动不了了 他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有这么一天 体内那股属于王腾的气息 好似也在跟他作对似的 躁动起来 本来应该由二长老消化吸收的暗影之力 全被这股气体给吞噬殆尽 到这里 他怎么明白不过来 这个人的身份 他眼神凌厉起来 凶狠地看着王腾 你是王腾 王腾正在调动体内的邪气 正在想该如何处置这个二长老的时候 二长老脱口而出的话 让王腾直接呆住了 他下意思地左右看了看自己的身体 没有多大变化 那张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脸 怎么让这个从来没有见过他的二长老 这么肯定他就是王腾 王腾这时也是一脸蒙逼 一脸疑惑地看着二长老 二长老本来也没有多确定 但是从王腾这一系列的反应来看 这个人就是王腾没跑了 你居然没死 你没死 那我们大长老去哪里了 二长老忍着嗓子的疼痛 内心有很多疑惑 他想知道已经失踪数日的大长老去了哪里 想知道这个王腾失踪数日究竟是因为什么 王腾松了松紧捏着二长老的脖子 他也有很多想问的 既然如此 就让这个二长老先活一段时间吧 他随手便破开了二长老设置的结界 加过了一个更加牢固的结界 二长老是无论如何都破不开的 二长老一直观察着王腾动静 见王腾这么轻松便破开了他的结界 面上不显 内心一阵哗然 掀起波澜 这个毛小子 实力真的如外界所传的那般强大 二长老一阵嫉妒 面对这些天才 他们有心无力 无论如何努力 都抵不过人家悟性高 你辛苦数年 人家轻松几天就达到了 换谁能不嫉妒 嚣张一事惯了的二长老虽然不想承认 但是他现在是真真实实感受到了威胁 他其实也很想知道当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失忆了 很多事情都不清楚 都是靠着身边的人描述 他才有了大概的概念 王腾反问 你们老说你们大长老失踪 我可不被锅 你们大长老什么时候失踪的 失踪前发生了什么事情 二长老皱眉 张了张嘴 这个王腾怎么回事 小小年纪 直接反科为主了 明明是他先询问的 王特才不管那些 直接瞪眼 二长老从中看出了危险的气息 不情不愿地说着 我们大长老那天是去抓你的 看现场你们打斗地很激烈 大长老发了雷射弹 等我们赶过去的时候 一个人都没有 你们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为何消失了这么多天 二长老幽黑的瞳孔看着王腾 王腾怂怂间 他才不会将自己失忆的消息 让敌人清楚 你们大长老失踪跟我没有干系 我先打败他离开的 虽然记不住那天发生了什么 但是他很自信 他不会打不过他们口中的大长老的 王腾推测 他都能活下来 肯定是这个大长老打不过他 又无法面对同行 所以才会躲起来无法见人 不可能 二长老下意识反驳 大长老怎么可能打不过这么一个小子 但是见了这小子这些手段 加上他体内的刺痛 无不告诉他 这个小子还真的有可能打败了大长老 以气瞬间没有那么足了 他要咬牙 今天耻辱他一定汇报回来的 他就不信了 没有人能治得了这个王腾 不过他明面上没有显示出来 毕竟他的小命还在王腾手里 这件事情在王腾心中已经定性了 他不纠结那日发生的事情 反正是他赢了 他手腕一转 利剑默然出现在王腾手中 直指二长老 二长老开始结结巴巴起来 你 你什么意思 王腾一脸严肃地看着二长老 你我素未蒙面 你是如何认出我来的 这件事情对王腾来说是很重要的 他可不想以后出去了 这个组织没完没了地派人来打扰他亲近 二长老看着泛着荧光的利剑 咽了咽口唾沫 他相信 只要王腾一个不满意 他就会命丧于此 二长老内心挣扎了一下 他只说了一些浅显的地方 我能感知到你体内有骨本 该属于我们的气体 秘境的秘密也已经不是秘密了 能掌握这气体也就只有王腾你了 只是我们没有想到 你居然将其融合了 说着说着 二长老很是不甘心 本来秘境中的东西 是要给他们吸收的 谁知道给了这个从仙界跑来的人给夺走了 他恨啊 不过他不会告诉王腾 这邪气能被王腾控制 远程操控 让被上身的人疼痛难耐 他是不会将这个王牌告诉给王腾的 王腾见他贼美鼠眼的样子 就知道这人没有说真话 不过也并不重要了 他又仔细问了几个问题 这个二长老都是左顾他言的 完全就是胡弄王腾 王腾也并不生气 不过他进入这里的事情估计被传开了 不过他们估计以为王腾打不过二长老 所以并不当一回事 既然如此 也就不用消成在那里 辛辛苦苦扮演着被抓的角色 将一切都推到二长老的身上不就好了 王腾打定主意之后 眼神瞬间一变 一直注意着王腾的二长老顿感不妙 直接先下手为强 对着王腾出手 他强行突破王腾给他的限制 硬生生将最里面的血给咽了下去 王腾挑眉 没有想到 这个二长老一直没有放弃机会反扑啊 看来刚才的那些话也有转移他注意力的成分啊 王腾冷漠地看着二长老 叹息说道 你说你 老实一点不就没有这么多事了吗 第3074章刺激二长老 王腾嘴上这么说 手中的动作没有停 二长老早就做好了准备 就等着找准时机反扑 一时间也没有落了下风 王腾觉得有些奇怪 这个二长老怎么感觉这次什么都不打算顾忌一样 很是急切 都差自乱阵脚了 有些招式都差点乱了 二长老急切地用砍刀斩向王腾 砍刀凌厉地带起一阵风 结界也被其的余味弄得震荡了起来 二长老对着王腾连挥树下 已经将王腾会躲避的地方都设下了圈套 王腾见状 躲都没有躲 正面迎着二长老的刀锋 二长老见王腾好似没有反应过来 内心一阵窃喜 手中蓄力暗影之力 注入到刀锋中 势必要将王腾砍成两半 王腾面对尖锐的刀锋临近眼角 眼睛都没有眨 直接抬手握住 手掌抓住刀锋 二长老恶然 手越发用力 但是依然撼动不了王腾 你 你怎么不会受伤 二长老惊呼出声 他的砍刀的力道 他是最清楚不过的 就连大长老对上他的砍刀都不会这般无事 这个王腾究竟是什么人 居然毫发无伤 二长老想不明白 始终想不明白 这个王腾究竟是个什么怪胎 王腾调动着体内的八重补灭精身 之前励志于提升修为 不灭精身到了八重也没有多加修炼了 这么看来 还是要将其使起来 王腾轻笑一声 无有精当不坏之身 寻常力鉴于我而言 根本无用 王腾才不会那么傻 将什么都说出去 二长老从刚开始惊恶的表情 到后面直接愤怒了 寻常力气 他这宝贝一样的砍刀 居然是寻常力气 啊啊啊 这个宝剑 可是很多人想要都没有的 结果在王腾嘴里 这么不值 气死他了 气死他了 王腾还有些纳闷 这个人怎么回事 怎么突然要抱走起来 王腾很势不解 不过也没有多大干系 他轻松就将二长老的武器给打偏 二长老立马就愣神钟回过神来 赤红充斥着他的双眼 从来没有一天像今天这般 让他如此丢脸 没有面子 王腾丝毫不意外 已经疯魔的二长老 不过他一阵无语地抬头 耳边传来拼铃啵郎的声音 没错 这个二长老不信邪 对着王腾的身体就是一阵砍 结果砍了一点伤害都没有 二长老逐渐开始怀疑人生 他累了 真的累了 本就受伤的身体 因为这一阵的消耗 已经快到了极限 本来他蓄力的暗影之力加上他的砍刀 是所向避孽的存在 非死即伤 但是那么庞大的气势 到了王腾那边 直接捏了 二长老悲愤极了 哪里有这么羞辱人的 二长老砍了最后一刀之后 终于撑不住 倒了下去 用刀撑住下坠的身体 王腾拍了拍为一受损的衣物 一阵无语 衣衫已经破败不堪 你记得要陪我一身衣衫 别忘了 王腾见二长老不折腾了 直接将其捆绑住 并紧固他的自由 二长老无畏地挑衅着王腾 有本事你杀了我 所有都看见是我将你抓住的 我后面若是没有出现 那么你就等着我们掌门跟三长老吧 是 你是厉害 但是你在我们掌门面前 不过就一小屁孩 二长老现在也只能成口舌之风 眼神恶毒地看着王腾 恨不得将王腾杀而快之 王腾听了一点反应都没有 他在二长老身上摸了摸 找到了象征二长老身份的牌子 以及二长老的储物袋 王腾当着二长老的面 如土匪一般 边看边感慨 没有想到啊 你个长老 居然有这么多宝藏 看看 这几品玄金暗金 对整个暗域来说 都是稀缺的物品 到了你这里 随随便便就是几十个 难怪那些人愿意跟着你们 你们这么富裕 我都心动了 王腾不停感慨着 这人比人气死人啊 看看他们在秘境中 发现几品玄金暗金的时候 那些人是怎么抢的 直接翻脸不认人 而这个组织里 一个长老 拥有的资源就这么丰盛 二长老见自己多年的心血 都被这个人给抢夺了 杀人诸心一般地还当着他的面感慨起来 欺人太甚 简直就是欺人太甚 二长老直接一个怒急攻心 吐血晕了过去 王腾一脸嫌弃地 看着心理承受能力这么弱的二长老 这这么点承受力 还不如林峰他们呢 嗯 林峰 好耳熟的名字 王腾自言自语 不过他并没有太过于惊讶 说明他的潜意识里面还是记得他们 只是他的大脑已经忘记了 看情况 这些应该都是跟他关系亲近之人 王腾也没有过多纠结 他已经看开了 能想起就想起 想不起也没有多大干系 弄好这些之后 王腾便带着二长老离开了 直奔萧城的地方 萧城正在一脸担忧地看着门外 跟酒头龟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着 正在不知道王腾咋样的时候 王腾便那么猝不及防地出现在他的面前 期间还带了一个人回来 被捆绑着直接扔在了地上 咦 这人是谁啊 萧城的声音还是有些沙哑 他好奇地看着地上的人 有些幸灾了祸 这人落在了王腾手里 就没有那么容易逃走了 这里的二长老 萧前辈 要不要泄气 王腾笑着随意找了各地方 萧城听到这话 心思也活络了起来 对于王腾的大胆 他没有丝毫的意外 要是王腾为守卫脚就不叫王腾了 你看 这不就将他们的二长老直接给绑了吗 萧城举了举自己被绑着的手 那这 王腾不慎在意 手一扯 萧城的绳索立刻散开 萧城呆呆地看着地上折磨了他许久的绳子 震惊地看着王腾 眼神中满是控诉 控诉王腾 明明可以这么轻松地解开绳子 却不给他解开 王腾从萧城的眼神中明白了他的意思 无辜地看着萧城 我以为你喜欢做戏做全套呢 你看看 多么逼真 那个二长老没有丝毫地怀疑 第三千零七十五张 三长老出关 萧城被王腾这么一噎 瞬间说不出话来 面子啥的全都没了 萧城连忙转移话题 王腾 你后面是如何打算的 这个二长老看样子 很高调的 我们抓了他没问题吧 他经过这次 也明白了自己做事情没有考虑的那么周全 所以他想问问王腾后续是如何打算的 王腾两手一摊 笑咪咪地看着萧城 我都跟着萧前辈来 若是萧前辈还有什么好的建议 我都会去执行 萧城并不觉得王腾的笑容多么地温和 他只觉得后背一阵凉意 萧城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 磕磕巴巴说道 那 那我们继续 继续在这里打探消息 他们也都只知道这里的一些大概 而且看情况 这里也不是他们最终的地方 只是中转的地方 他们连中转的地方都弄得这么神秘 那么他们的老巢不知道藏得多深呢 不然这么多年不会没人发现一点痕迹 九头龟看不下去王腾耍老实人 咋则呼呼说道 萧城 你别被王腾这个黑心的家伙给骗了 他就是故意吓唬吓唬你的 事情没有那么严重 我了解他 要是事情真的那么严重 王腾是不会这么好心情地来逗你的 萧城跟王腾接触的时间不是很多 对于王腾爱捉弄的性格不是很了解 但是看之前王腾对于自己一意孤行的决定 还是很生气的 是这样吗 萧城求正地看着王腾 只见王腾憋着笑意 后面见萧城察觉到了不对 直接笑出了声 好了 好了 不逗你了 快 打着的二长老 谢愤 你看他把你的脖子弄得多么难看 还回去 王腾怂恿地看则萧城 萧城松了松手腕 活动了一下 发现自己的修为都回来了 一阵惊喜 看情况 之前都是被那绳索给压制住了 他现在最感兴趣的是如何解开那绳索 至于什么二长老啊 三长老啊 都得排后 这个不急 王腾 你是如何解开这个绳索的 被绑住后 我不能调动我体内的暗影之力 也不能活动 只要一活动 他便会收紧 萧城有一肚子的疑惑 需要王腾来解答 王腾也直接说了该如何解决 两人讨论了一阵子之后 都不约而同地看着二长老 萧城有些跃跃欲试 也不等王腾多说什么 拿着绳索就开始按照王腾说的 将那个二长老又仔细绑了一遍 接下来的时间 白天王腾出去逛 看看外面情况如何 有没有人发现这个二长老不见了 晚上便回来跟萧城一起看着二长老 二长老齐间醒了 但是被萧城直接给禁言了 二长老惊恐地看着他们 一直呜呜不停 但是萧城他们并不打算给二长老解绑 一天 王腾边走边跟酒头盔进行吐槽 你说说这个二长老人员也太差了 失踪了数天 一个人都没有发现 做人啊 还是要厚道 酒头盔也是一阵嘲讽 是的 看看咱们都失踪了这么多天了 到无痕他们依然没有放弃寻找我们 可见我们多么地重要 不像这个二长老 则 人品不行啊 王腾跟酒头盔说到这里 就笑了起来 突然 王腾笑容一顿 掉头就走 一直笑着的酒头盔还有些不明 所以 王腾 咋了 你脸色怎么不好了 酒头盔有些不明白 刚刚还有说有笑的王腾 咋突然变了各样 此时的王腾已经没有了说话的心情 带着酒头盔快速地离开这里 朝着三长老的府里走去 酒头盔见情况有些不对 也就没有不依不饶地询问 两人快速赶到三长老府的时候 三长老已经跟萧承开打了起来 萧承本来修为比三长老高一个境界 若不是主动喝药晕倒 三长老根本奈何不了萧承 王腾剑赶上了 既然他们都被发现了 也就不跟着凑热闹了 不过还是在三长老府里设立了结界 他们打斗归打斗 但这里毕竟是别人的地盘 再加上一个还在闭关的掌门 若是惊动了掌门 他们一个都跑不了 王腾依靠在门边 开始看着高手之间的对决 酒头盔见到现场 瞬间明白了为何王腾刚才的反应了 他仰头看着打斗中的两人 王腾 你说 他们谁会赢 我猜萧承会赢 你看 这个三长老虽然动作都很唬人 但是能明显看出来其基本功不扎实 王腾冷哼一声 看着酒头盔不说话 酒头盔被王腾这眼神盯着 有些不明所以 他说错了什么吗 难道王腾是希望三长老赢 不明白王腾所想的酒头盔 满头问号 王腾才不会讲他之前跟三长老打了个平手 而且不是很轻松的那种 这种掉面子的事情 他才不会承认呢 就这样酒头归完美地误会了王腾的意思 两人不约而同地将注意力放在了萧承那边 那边处于紧张的模式 看似轻松游刃有余的萧承 其实并不轻松 它是比三长老高一个境界 但是三长老的实力也是不俗的 跟二长老那种用稀缺资源喂养的修为不是一个等级 虽然二长老看着比较厉害 但他根本就是一个花架子 三长老不同了 三长老是有真材实料的 三长老出关 想着要到了跟那的什么城主约定的时间到了 就去将萧承拖过去 他有想过萧承会清醒过来 毕竟他们的捆线索可是没有人暴力解开的 他很是自信递来 结果却见到萧承正悠闲地跟被绑的二长老聊天 一时间三长老气愤地冲了进去 啥也没说 对着萧承就打了起来 王腾连忙躲闪他们的雨威 来到三长老身边 蹲着 哥俩好似地说 你说说你们 都打不过 还硬要上来 现在好了吧 啥也不是 二长老狠狠瞪着王腾 嘴里呜呜个不停 不用听就知道 这个人在骂脏话 王腾瞬间来了兴致 解除了二长老的禁言 二长老发现自己能说话之后 痛斥王腾 闹肿 有本事放开我 我跟你打 第3076章围观对决 王腾淡定地看着二长老 二长老被王腾这么一看 顿时气势有些不足 他确实打不过王腾 也确实沦落在他们手中 二长老顿时沉默了 九头盔却来了兴致 哎哎 你接着骂啊 我学学 二长老听到这话 更加悲愤不已 控诉着 你 你个死亡吧 需要你来羞辱我吗 我告诉你 30年河东30年河西 我迟早有一天 汇报仇血恨的 九头盔听到王八这词 瞬间不开心了 脸拉得老长 喘着粗气 气愤不已 指着二长老 跟他对骂了起来 你才死亡吧 你全家都死亡吧 能不能尊重别人啊 小老鼠人民币符号 警号人民币符号 两人隔着王腾 开启了小学生对骂 王腾夹在中间一阵凌乱 他是谁 他在哪 这俩咋骂起来的 两边都如火如荼地 进行着 王腾这边的动静 也吸引了肖成跟三长老 三长老旋律在虚空中 为眯着眼睛看着王腾 转头 就开始攻击起了王腾 王腾正专注地 看着九头盔跟二长老对骂 耳朵一下子动了起来 紧接着背后就传来了呼啸的风声 他都将整个府邸包围起来了 哪里有风声 只能说明他被人偷袭了 王腾一个侧翻 直接躲开了这道攻击 不过二长老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他面前被王腾给挡住 看不清那边的情况 他又被捆绑住动弹不得 所以当王腾躲开后 那道攻击便直直地 打在了二长老的肩膀上 三长老是用了十全的力道 打在无法动弹的二长老身上 直接给他干翻了 二长老气得头发都快要炸了 三长老 你有完没完 不知道现在什么情况吗 我跟你是一伙的 明白吗 一伙的 你攻击我干什么 二长老才不管三长老 是不是在袭击王腾 对于他来说 已经打到他了 本就看不惯的两人 也掐了起来 三长老冷漠地恶了一声 就不再看二长老了 二长老好似一拳打在了棉花上 这的三长老根本就不揭查 三长老看着萧长又看着王腾 哪里还有不明白的地方 你们是故意的 语气很是肯定 他说为什么萧长能解开绳索 为什么仅凭那个城主就能将活了多年的萧长给民运 他们都被惊喜冲昏了头脑 所以忽略了一些不寻常的东西 导致出现了现在的情况 是你我们上次还没有分出胜负 三长老对着王腾说道 王腾耸肩 已经分出了 我比你厉害 三长老听到这话 直接皱眉 你怎么这么不谦虚 若不是这个人突然出现 你根本就跑不掉的 萧承本来趁着三长老在讲话 想对着三长老痛下下手 但是见王腾给他使了一个眼神 便明白了 王腾不想速战速决 三长老一脸警惕地看着王腾跟萧承 两个实力不俗的人 一个阵营的 那么对他来说 这样的情况很不妙 随后 又一脸嫌弃地看着被绑住的二长老 若不是这个二长老 他何至于要面对二对移的情况 二长老刚从阵痛中缓过来 又对上了三长老一脸嫌弃的眼神 顿时炸毛了 这个三长老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他都没有嫌弃这个三长老 这个三长老反倒来嫌弃自己了 秉承着自己不爽 他也要让别人不爽的念头 对着他们就破口大骂了起来 场面顿时一阵混乱 王腾看着眼前的情况 整个人都麻了 怎么乱乱的 九头龟也加入了对骂的战场 王腾只觉得自己耳朵里面全是吵吵的声音 根本听不见其他的喷 一声俱响 让这场骂战暂停 所有人都看向了声音发出的地方 只见王腾黑着一张脸 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们 三长老的房子已经被轰出了一个窟窿 九头龟立马就耸了 王腾这个样子 就已经说明了他生气了 傻子这个时候才会激怒王腾 没错 就有一个傻子 见王腾这样 立马开始不爽了起来 干啥呢 没见着我们正忙着吗 二长老已经骂红了眼 因为身体的晃动 导致他的手腕已经被勒出血了 但是他不在乎 王腾一阵无语地看着这个二长老 怎么有的时候比小孩子还幼稚 因为王腾这招 三长老和萧成都清醒了过来 两人都有些尴尬地咳嗽着 刚刚被二长老他们给带偏了 于是萧成跟三长老警惕地互相看着对方 防止对方突然出手 王腾抱着胳膊 冷声说道 你们俩继续 萧成有些疑惑地看着王腾 王腾点点头 萧成也就不再多说什么 提见就刺向了三长老 三长老连忙将注意力集中到了萧成这里 不过依然警惕着王腾那边 喂 你究竟想干嘛 该说的我都说了 你们还想怎样 二长老很是不满 不过他的不满并没有什么用处 因为大家都不听他的 他何时受过这份委屈 王腾淡淡撇了一眼气急败坏的二长老 我若你 不会这么蠢 我会保存体内 看看你出血的手腕 还是多关心关心一下自己吧 就是 都成为了阶下囚了 还这般嚣张 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九头龟跟着附和 不过他们现在并没有多大兴趣对二长老了 而是看着屋子里两个打斗的人 不过他们的打斗受到了限制 本身他们就在屋子外设立了结界 免得波及到外面的人 更别说王腾也设立了结界 让其更加牢固 他们的活动范围就是整个三长老腑 只见府邸的屋顶已经被掀翻了 许多房屋或多或少都有窟窿 让整个府邸更加破败不堪 不过此刻的大家都顾忌不上这些 只见三长老提剑抗住了肖成的利剑 手腕翻转 竖刀暗影之力形成刀刃 直指肖成背部 肖成嘴角上扬 加重了手中的力道 三长老开始吃力了起来 两人打得难舍难分的时候 王腾注意到了二长老情况的异常 好似很痛苦一般 嘴唇开始发紫 好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